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與貪婪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8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復盤影片 那我們是從這個奇蹟講到這個 無連 對,那 在講這些個股之前 大家可以把一些就是 成交量較少可以忽略掉啦 個人覺得就是 將你的資金先往 有成交量的那邊去放 你可以從高點 高的比如說1萬多張去慢慢去調下來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啦 對,所以 就是操作比較OK一點的 然後看一下這個 我們剛好在第一部影片有講 我們說這個 壓力位應該是在15930到15935左右 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我們的 納子 是這個 一個小時這個結構呢 剛突破 我應該壓了大概12345 大概5根 在第6根的才是有 然後在第7次的時候直接突破了 我算在第6次這邊直接突破了 所以說 目前呢 就看能不能延續這一波 漲勢 在這個 沒開板之前先往上帶 那可能先掌到這個白色線吧 然後稍微回來一點 再繼續往上進攻 所以我目前 能夠去設想得到的一個行情 反正就是 不能做口 那 要做多也是要回調去做多 那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 潛在的機會吧 現在目前是15930左右 但看起來是慢慢漲 對沒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 往上 往上一尻的感覺 所以 也不曉得他未來 後來後面的行情會如何 不過就是看 現在錄影呢 4點 快半 看他一個 還不錯的消息跟大家做分享 當然搞不好 錄下部影片 他往下跌說不定 OK那我 我們就 我們下 手機充個電 OK那我們就開始吧 從這個起機講到這個 胡連 那起機是6285 OK那看一下起機 那起機的部分之前就 飛得非常的高 非常的遠 那那時候 當時候我抓的支撐 抓在91啦 那究竟 會不會回來呢 不確定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蠻多投資人會把眼光呢 放在這個 大量的 這個位置 大量的地點 對那 還沒有經過任何一次測試之前 我個人的做法會比較希望 這裡有一根 破底翻 所以就是說 譬如這一根 這根有點醜 這一根好了 這個 今天9點到10點 4月11號 這根K棒的 直接複製 這根K棒呢 這根K棒呢 複製到 這個點 然後可能插下去之後 又收回來 我們用一個小時 為一個單位啦 那 第一次碰到的話 個人就希望是 這樣子去考慮 因為 這個大量的 第一點 離我們這個 這個支撐 其實 有一點距離 大概 4、5塊錢的距離 所以 你看喔 你去追高的呢 你追到這條線上 可能 應該這條線上 應該也不能追啦 你是追高的人 都充充死光光 那這邊有一個短的結構 這個短的結構應該也是形成他的一個 壓力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很剛好的 砸在我這上程趨勢線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這麼剛好 這上程趨勢線之前 從這兩根貼上來 可能阻力有在看吧 我在想 那目前切成這樣來看 大致上這個位置 形成的 這邊就是所謂的假 突破 OK 那是這樣子吧 剛好是100塊為一個分界 所以說目前的價格是 可能到這裡會停 我只能可能 可能會停 那 不停的話 會怎樣 就往下砸 那不停的話我覺得更好 為什麼因為 有更低價格可以買 因為長期區是 我認為還是向上 那不停的話可能更好 更好這樣去接 整道行情目前先看上 那如果時候停下來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子吧 對 目前這邊有形成一個 要 大概這樣子一個 算是假突破 今天正式砸破 昨天還有一根下引線收上 今天正式砸破 當然會不會 今天這樣子 這樣子 今天這樣砸 其實沒有砸破 然後明天這邊要拉到來 有可能 為什麼因為 之前有講 這檔的這個 他的這個停損 非常的 就是他每天掌跌幅超少 你知道就用 這一根好了 這一根超級大根的嘛 所以超級大根呢 才是8% 平常這根超級大根應該已經10%了啦 大家才8% 這根解釋好像有點怪怪 反正他的這個掌跌幅就是蠻少啦 如果說你有一些比較多的資金的話 他會比較適合低階吧 就之前這邊 這邊真的是有做一個破底翻啦 這邊有做一個破底翻 那時候沒有把他納進來 因為 眼睛都盯著這條三針曲線 那後來這三針曲線確實也是有 去當作支撐 所以現在下來 就是要嘛 反正我們都不會 跟大家說去追高 除非是追突破啦 所以目前 要嘛這邊 要嘛這邊 那第一次到就 等一下這個破底翻吧 那這檔還沒看 那時候在群組好像說 連續三根 對 那 目前看起來 重劃了 重劃了 體重劃了 這邊是破底翻 這邊也是破底翻 然後這裡壓縮到極致就突破上去 破底翻拉成功 上來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來看他壓力在哪裡 這邊會不會 反正的 三十十直 個人覺得應該是這樣 然後曾經也突破過一次 然後蠻狡詐的 如果他最後收盤刷39 然後隔一天開盤直接開37 哇直接疊掉6% 直接從高點 對不對 39到這個開盤37 直接疊掉6%之後再往下疊 這是疊式非常的兇猛 那目前看起來結構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裡曾經是一個 100W 所以說他的這個支撐有得到認可 今天有回來回撤 往上拉 對往上拉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你只能夠這樣子吧 但前面這一根就 曾經失敗過嘛 所以全部都看自己 因為曾經也是打了幾次 最後勒 感覺上可能是比較偏向沒有量的上漲吧 但是其實 看過非常多沒有量突破了 最終還是上去 那你會怕的話 我就不要去做單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對 那再上去 我也沒有覺得特別好 主要是 他這個位置 應該會有一個 蠻大的壓力 這位置上去 這位置上去 應該有蠻大的壓力 但是其實這裡 如果說真的有機會 這裡到這一段其實也不錯 但其實我前面這一塊的這個壓力 沒有辦法抓得非常的精準 就是 是這裡嗎 還是其實就是這裡 還是就是這裡 所以這壓力 抓不太準 所以說我真的是 埋在很低點 埋在這個破底翻的位置 或是說我 進場在這個位置 不然的話我應該 不會說考慮啦 對 因為太難操作了 不知道壓力在哪裡嘛 就很難操作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尾訊 這個我們之前什麼時候講過 3月30號 那基本上已經往上噴了 所以你問我這檔 我也愛莫能助啊 沒辦法幫助你 這個 你頂多炎日五日均線做操作吧 那今天剛好就是第一根 所以你可能炎日五日均線做操作 我覺得等於五日均線拉回吧 或是說 直接做進場 反正 大致上應該也只能做真的操作 這個問我 你太高估我了 對 太高估我了 後來有沒有看到這個 答心材料 OK 那他看起來應該是蠻像這樣子的啦 應該是蠻像這邊一個頭肩底 那現在已經漲了非常多 而且他一下就直接漲到了這個 漲幅滿足 就是 呃 非常不確定的一個位置 反正就是有 這邊有一個壓力吧 到這邊 然後今天是漲停板 然後爆了非常大的量 那他曾經呢 不算大的量 他曾經的成效章數很少 所以我基本上還沒在關注他 那成交浪平常只有不到100張 所以 這個我當然就不會關注他 那他今天往上走了 所以 個人覺得就不用看他吧 成交浪也沒有到很大 看這個感覺是浪費時間 因為 這種呢 如果說你真的做進場 你可能也沒辦法放一波很長的 比較適合低檔布局吧 個人覺得 然後他這個細微的部分 那細微的部分呢 呃 他比較像是在這幾根裡面呢 去回測這邊的缺口 然後用一根K棒告訴我們 他做了一個破體翻的感覺 就是像這樣子 這邊測了好幾次嘛 大致上是可能169吧 測了一次 兩次 三次 那這邊分別是3月29 然後3月30 3月31 4月6號 然後在昨天呢 是用 是用一根砸破到124.5之後拉回 所以拉回了這一根 或是說拉回 這一根的回測 這個大概128.5這邊就是很適合 所以說他昨天其實就經過測試 所以那這個也符合了 我在前面呢 就跟大家說 你在這種線呢 不確定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根 去砸破他的前滴 砸破他前面這一根的前滴 然後這一根低點就可以當作是停損價格 然後等他拉回的時候再確定 那今天確實 誒破體翻成功 拉出去了 這是只有一根的一個破體翻 那有可能掉下來打了那種四五根的破體翻 都有 那這種一根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破體翻 那目前 應該是直接從這裡看到這裡來了 或者是說 還有機會到這裡的話 還是能夠試試看 但覺得 你沒有抓到第一波 當然 後面 可能再下來 未必是一件好事 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然那邊應該是形成一個支撐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對 OK 看一下這個橫耀國際吧 那這檔也是成交量蠻少的 對那 這個我問我們群組 因為之前有抓進來 後面跌破就應該做停順 然後後來呢 嗯 在剛剛尾盤的時候有問 他是說 他看好後面的營收 對 所以說 又讓我就是 想了就想 營收好就一定會往上走 就是 那時候我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對我只能說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沒有人知道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營收越爛越噴 像那時候穩帽營收很爛 那往下噴 噴到支撐 是往下噴 往下跌 跌到支撐呢 測一測 那時候160出嘛 現在已經長到180幾 對不對 所以說營收爛 那他就一定會跌嘛 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那看一下航運股 對 也都很難去做真正的一個check 對 所以 如果說你想要用這個方法去抓 那又要抓營收的話 我個人就不 不偏 這樣子的結構 我反而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有什麼營收的話 你要有那種 趨勢可能原本就向上啊 那我覺得營收對他來說會更好 就好像我看 軍線 我只看左下右上 我可能只看這一段吧 這一段我看 但這一段我都不看 你看我都沒有去切除 因為我覺得 它不真實啊 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操作方法 給大家看一下嘛 你看我切成 我切好 我切季線好了 我切季線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季線嘛 你看它這裡 欸確實就守住 那如果說用在另外檔 它會守住嗎 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守住嗎 沒有 那你要怎麼去量化這件事情 沒辦法量化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哪一次它會守住 哪一次不會守住 所以它目前看起來 這個地方確實守住 但前面這一次 好 那如果說你是個技術操作人 這邊你看它現在下影線嘛 然後呢 它跌破了這座停損 那OK啊 那但是你停損要抓到哪邊 你就很難去抓嘛 所以說你看軍線操作人 操作得很好也有 那軍線操作爛的也有 那這邊總共就只有兩次機會 兩次機會 那剛好嗎 還是說我切成月線之後 是不是又有其他走動方法 對不對 又有嘛 又有其他走動方法 你看它站在月線之上 結果咧 跌下來 如果說你剛好很水小 如果說你剛好是買在這個點 買在這個點 那其實拉上來 你沒有去賣掉的話 你最終還是得不到什麼東西 所以說 方法其實大家都會用 重點就是要怎麼去量化出來 那目前 我就沒辦法知道說 對於這檔我的看法是 昨天是有形成破底翻 然後呢 今天 它有點砸盤砸下來 但 如果是我的話可能守這個位置吧 如果這個位置一旦在跌破 我就跟它說 goodbye 我覺得 如果說以我自己個人 以這個抓這個 這個短線 這樣子結構的破底翻的話 這比較像是突破後的回撤 然後有一點往下去打 那跌破這個地方就走了 個人覺得是這樣 那如果說真的 又往上走 還不錯行景就有機會再往上拉到這裡 以前 你看結構的話 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中探針 當然就是沒有要批評所謂的營收 基本沒有東西 是因為我看不懂 所以說 我會跟 那些 一樣看不懂的人 非常懂這種心情 因為 這就不是 不是我的領域嗎 那也有可能 就算是你的領域 你也有可能判斷會失誤 OK 那看一下這個中探針吧 那中探針這個 這個上升趨勢線的一樣 就是之前也說嘛 上升趨勢線這東西 其實是需要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只是說 你可以隨時更動 所以這也是畫趨勢線的 很多為人詬病的點 就是說這趨勢線 這個東西呢 並非是非常標準 並非是說 拿來真正做下單的點 我覺得還是以一個 就是支撐線去做單 就像 假設這一筆單 我可能就是 好假設我真的 這個趨勢線 這根疊到這裡來了 反彈了 反彈回去這裡的話 我可能才會把它貼到這裡來 然後呢 我比較傾向於說 我會在這裡做進場 然後呢 趨勢線當防守 或是說這低點當防守 當然 這一段到這一段 我覺得 如果說我以這個最低點當防守的話 這個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 基本上我會不知道哪邊做防守 我搞不好這裡也會被打掉 因為這邊已經形成一個破底翻了 這邊已經形成破底翻了 結果勒 再破底 然後來測這個 他認為的支撐 那 踩上去 所以這個很難 如果是我來操作可能也會死 或者是說我就是拉一個很大的這樣子 然後去抓 但我覺得 這邊的作戰操作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我的話應該比較容易應該是 會抓到這個低點當支撐 然後這邊 這一根可能就被洗出去 然後後面這一波上去 會很歐 會跟 如果說有時候作戰操作的話 會一樣跟大家一樣歐 因為 你就是做一個小 這邊就是一個小結構 那大結構還是依然看一下 這個49塊 突破吧 目前看起來 有一點 那個味道 看明天能不能續漲 然後突破 突破再說吧 OK那我們看一下以勝 那以勝其實在 那時候突破 3月29號 大家看一下3月29號 3月29號突破之後呢 就一直在這個地方做掙扎 不是說做掙扎 做一些 就是 算是回測啦 然後如果說你要抓大一點的趴數的話 你可以抓 直接抓好抓滿 抓一個整數價格 抓3% 那不然的話就抓這個大量的地點 但大量的地點 我有給大家看過很多 那包括我自己有時候也忘記 然後設的太窄 太低 然後就被打掉 這種情況在期貨裡面更常發生 比如說是 現在是15900點 那可能15900點是支撐 那也是最低點 那是這個整個波段的最低點 然後我很提損價格是 15899 就差那一點 結果他就故意打下來 然後打到15895點 打掉之後 創高 對所以我非常不建議抓得很緊 甚至我覺得你可以往下多抓一點 然後都沒關係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那打掉之後要再回買 看他趨勢回來再回買 這種是非常需要勇氣的 那個人覺得他目前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我比較傾向於說如果說他價格 如果說你是在白色線 那時候中心長人 回到前高點應該會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可能會壓一天吧 那如果說真的在OK一點 他就會續攻 沒有辦法那是沒有辦法 對啊 沒有辦法續攻可能就往下跌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銀斑吧 那銀斑呢 這一個破底番的這一根 就是我們的入場點 這曾經講過一次 那今天掌停板 恭喜啦 真的是恭喜 那我不知道 群組裡面有多少人買 不過恭喜 那目前呢 這個位置 怎麼講呢 他跳光開高也確實是 有在這個地方 好像把他回撤過一次 所以一樣 有興趣這個地方 但如果說你高階一點 你是一個 一個 比較會用 那個破底番的話 或許 或許 做破底番的成功機率 再往上走的機率是高一點 看自己 他今天是有點無量 就鎖上去 就開盤就跳光鎖上去 所以 基本上如果說 從這邊做金塔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恭喜 直接賺了 23% 非常恭喜 這個是 這個問我是拿來這個 拿來給我炫耀的嗎 對 還是說真的在問 停地點 停地點的話 如果今天掌停板就 持續放吧 我會這樣子 而且他節力 他節力 牙齒有點痛 我會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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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先說 我會做一個 他算是一個長得蠻奇怪的一個 不算奇怪啦,是長得比較不一樣的一個 嗯...頭尖底吧 那當然型態的東西我個人就參考看看啦 因為如果說每個市場的人都知道說他會拉到哪邊的話 那我幹嘛要拉到那邊去,對不對 因為我個人都是張俠 就是說市場上越有共識的一個價格 主力又不一定會到哪邊 所以我個人如果說以我自己去抓 這一波如果真的有辦法這樣長到這邊的話 是到180啦 可能到180這邊就會有壓力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吧 大致上會抓這個位置 空間的話是從這裡 今天算是突破了 然後這個上影線有一點壓 但是沒有爆大量在下跌 所以基本上這個突破應該算是蠻成功的 看一下,那可能拉到這裡 那甚至拉到這裡啦 大概17% 其實你大概抓這邊低點吧 也是差不多3%左右吧 我先去自己看看吧 那他成效量是很少 所以進場的話不要買太多 兩張三張可能差不多了 畢竟他也不是一個非常低的價格 只是分配出去 分配出去 OK那看一下這個核大吧 那核大的話 我個人也沒有到那麼喜歡 主要他的線圖蠻複雜 那他是一個大空投趨勢 那我這邊重畫好了 大家看一下 他是挺複雜的 這個要畫起來可能要畫很久 對,但我現在要畫了 蠻複雜的 就是你要去解釋 讓自己心中覺得是OK的解釋 或者是可以解釋 那我現在要畫的 會是直接用來畫的 跟他在那邊 然後有畫面 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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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向上趨勢線先貼這樣好了 那主要這兩根,這一根跟這一根可以去解釋是說 它來到這個點的平行線的點 然後被往下壓 好,那再來就是這邊突破上去也是來到這邊 向上趨勢線第三個點 然後往下壓,但是其實整個線畫起來是 沒那麼好看,對,所以就是拿來看一個大趨勢 目前價格還在這裡,還沒有一個明顯的往上翻 所以目前先畫這樣吧 搞不好再過幾天再看你還是做更改 那這邊的話比較清楚的是這裡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這個支撐啦,這個支撐其實就測很多次嘛 這個小朋友應該看得懂吧 然後在這個3月16號有根破底之後拉回來 然後繼續往上撐 所以就是這邊形成破底翻 所以目前價格 依然是看這裡 但能不能跟我講上去呢 我覺得要看上面這條下降趨勢線吧 而如果說它持續往下去壓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比較難去突破啦 所以目前它的價格也是 沒什麼差 大致上是這樣 而如果說跌破的話呢 可能它的支撐點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目前能看得懂 大致上也是這樣而已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狐獵 那狐獵我就蠻記得的一個價格 大概137、138 我之前呢有在這邊桌金場 然後後面有拉一段 然後後面砸了一次、兩次 這邊算是...沒有砸到 不過算三次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這樣 這樣 那... 整體呢 那時候有抓到這邊相當趨勢 對,所以... 目前這邊是在做一個三角收斂吧 做一個大維度的三角收斂 那相信很多人是被掏到這個地方啦 因為這邊這一段行情還算不錯 股市行情還算不錯 所以應該很多人被掏到這個地方 然後跌下來 所以看得懂一些支撐壓力真的蠻重要的啦 嗯... 目前這裡感覺沒有必要去畫 因為... 對,因為大支撐就在這裡 當然我比較希望是有做一個... 有時候會破敵方案會更好 不過... 價格到的應該還是可以去嘗試看看 因為畢竟是大支撐 對,所以目前還是等待這個價格吧 那這邊有一個短的壓力啦 這個... 黃色線這裡 150左右吧 就是... 這些的高點 149.5 149.5 這一根的高點 150 大致上就在這裡 OK,那第二部影片到這邊 然後待會再來錄第三部影片 好,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